Hello,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用拉卡鏡頭在中秋的時候 應該怎樣運用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Fanky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用拉卡鏡頭和相機 配搭和使用方面 有什麼地方要比較注意 其實到了晚上 低光的環境 盡量用一些大光圈 變成在暗的環境可以發揮得到 例如常常用的是 31.4、51.4、51.0 甚至乎再大一點的50.95 這些都是很適合用的 因為低光環境 很多時候大光圈有它的優勢 就是色彩環圓會比較高 立體感在低光環境 都可以發揮得到 到了這種場景 很多時候我們想拍攝多一些 當時的氣氛、環境、人物 會多拉一點 除了本身的主題 例如你的親朋戚友、小朋友 或者太太、女朋友 要拉回環境 才可以反映到 當時的氣氛和感受 所以我建議大家 會選擇 21.4或是24.1.4 可以拍攝多一些場景 不會很寡 只能看到一個大頭、半身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和被影者之間 會比較近 在這種場景 通常會比較多人 你和人物近一點 有一個好處 就是中間不會因為太多人 在這裡穿插 而影響了你拍照的情況 也不會突然要停 因為這樣而停止 環境比較吵 大家說話 或者表達的時候 也不用太大的音量 溝通方面 是比較方便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長焦距的鏡頭 我會建議大家選擇 75mm 例如75mm 1.4 75mm 2APO 又或者是90mm 90mm 2光圈 2.8 又或者是135mm 3.4 APO 或者是較早期的1354 你要因應你自己的相機 例如說 因為長焦距 有時會對焦的時候 會有些困難 你盡量用EBF 就會比較好些 因為對焦會比較重些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這裡 祝大家中秋愉快 下次再見 拜拜